來到2023年6月11日 何立茂和大家主持廣傳媒 廣傳謀論的節目 來到612四周年 大家都記憶猶新 612在香港 就是一個衝擊立法會事件 亦都是反送中裡面一個關鍵的事件 有6月9日 8萬人大遊行 4年前 接著612衝擊立法會 因為這個逃犯條例 在5月初至5月中 在立法會委員會辯論期間 林鄭月娥政府準備 直接繞過這個委員會的辯論 就想送入立法會大會 想付出表決 想說速戰速決 612香港抗爭者 包括很多青少年 參與衝擊立法會 想阻止這件事發生 然後呢 就在616出現了 200萬零一的大遊行 大家知道6月15日 那天就有異事自殺 令到香港人覺得 投犯修例這件事事太嚴重了 200萬人加1上街示威 整個運動是由6月中 就揭開了一個很波瀾撞闊的一個 以人數計的一個序幕 一直到那一年 到2020年 中共悍然橫空出世的港版國安法 將整個運動鎮壓下去 接著進行大清算 那現在呢 有很多人在囚 大家知道 很多未審先囚 用國安法的名義 有更多的小孩 所謂小孩 21歲以下的 都是一個小孩的 category 當然有很多是十幾歲的 都參與了這個抗爭運動 現在華盛頓郵報報道 在這個抗爭運動 有很多在囚者 揭出原來香港政府 透過懲教的機關 進行一些所謂去激進化 對於在囚的青少年 特別是21歲以下 就要去激進化 首先對他們思想的激進 叫定義問題 何謂激進呢 誰定義呢 以甚麼做一個標準 去定這些不是激進 這些是激進 所謂激進化 激進是政府 是一個思想的標籤 即是說不符合政府 認為政府會覺得是一種意見 會衝擊 或者會改變他的一些行為 思想 他的思維激進化 所以這個激進是很主觀的 改變香港 即是禮崩樂壞的一個現象 那是否激進呢 如果在香港人心目中 恢復香港原有的價值觀 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正常的正常 反而反對推翻禮崩樂壞制度 那些也都可以視為激進的 因為你將香港推向極左 極左 即是說文革化 那是否激進呢 反而中共在香港做法是激進化 而青少年或者抗爭者 以至海外香港人認為香港要恢復 禮崩樂壞之前的狀況 這是正常的生活的一種要求 是保護自己的價值觀 正常的變成激進 要共產黨改變香港 香港 香港產平成為一個中國普通的城市 就不是激進 這些才叫做激進 所以所謂去激進化 要對這些在囚的青少年 其實就是要做思想改造 這些前參與者 就對華盛頓郵報說 24小時洗腦 那就是說 是一種強制性的做法 華盛頓郵報在 在反送中四周年的 6月9日 發表一個青少年政治犯在香港的專題 說這些孩子要接受去激進化的話 目標是要押击他們的政治理想 有曾參與計劃的這些在囚者 就說24小時都是進行洗腦 香港傳教署就對於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的 這個報導說它失實 說傳教署只是協助再酬人士認識中國歷史 以及加強國民教育 名義甚好 不過守法 真是值得一會跟大家聊一下 據報導 將去激進化計劃和新疆再教育營 相提並論 其實香港是走進新疆化 只是規模 不及新疆那麼廣泛 大家知道新疆是多大的 香港只是那顆豆釘 華盛頓郵報採訪了10個前青少年的囚犯 以及3名被關押 曾經關押成人設施中的囚犯 他們都是因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捕的 那顆內容就說 這群青少年每天都要接受解放軍使用的俄式補粗 即是要聽命令 要聽指揮 另外還包括一些親共的宣傳講座 以及心理輔導 目的是令這些在囚者 你承認過去持有極端觀點 要逼他們承認自己 你的思想有問題 程教柱亦都對這些小孩進行密切監視懲罰 甚至單獨囚禁 訪命了一位前在囚者 叫做Leo 這個是自由亞洲電台 引述《華盛頓郵報》 Leo說 真正慢慢消磨你的鬥爭意志是 在監獄裏面 日常生活就受到針對 被壓迫 被迫要保持沉默 這個就是每日24時時進行的洗腦 好 大家可以想像 中共在2020年 走過港版國安法之後 已經將大陸那套搬到香港了 所以現在香港走的新疆化 是絕不起期 由監獄開始的新疆化 亦都引述《華盛頓郵報》 一位前教主的職員說 去擊進化最終目標是令到在囚的 這些小孩 其實都是青少年 製造一種無望感 令到抗爭者不再參加社會運動 甚至看不到香港的未來 甚至要想方法離開香港 他們認為是地獄的地方 即使完成了去擊進化 但不代表這些政治犯可以自由 自由亞洲電台就找了一位在囚者 他的化名叫做大爾 他們向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說 在獄中所聽到的消息 大爾就說 我想臨近出獄前一年 就會有國安署的人找你 可能問你會不會讀灰 問你出獄之後將會做些甚麼 哄你說話 裝得很有好、很有善 這些在囚的青少年 大家可以想像他們那種狀態 其實他們說句做話有些是腦筍都未生齊 有些就是知道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要爭取改變 爭取改變 不滿意政府的施政 甚至一些 豪返條例 這些何激進之後呢 這些都是一個香港公民 一個參與社會要求改善 改革現狀的訴求和行動 所以所謂的去擊進化 其實就是惡意標籤 令到這班小孩被視為異類 是中共在香港進行一種迫害 程教署就在2021年的年度報告 說這種計劃 有針對性的更新計劃 就是脫離激進思想 以及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程教署也有回覆 《華盛頓郵報》 直到2023年4月30日 有871名青少年的囚犯 參加了這個計劃 其中七成與反送中運動有關 有些年僅14歲而已 說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這個正確價值觀 在中共眼中 就是信從統治者 就叫正確 脫離激進思想 所謂激進就是 你坐牢 就因為你希望改造香港 所以你就激進了 這個計劃包括認識中國歷史 和加強國民教育 是心理和價值觀的重整 和生涯規劃和家庭關係的重修 這個懲教署的說法 大家看看 很明顯 香港監獄系統 就是懲教系統 已經引入了中共的思想改造 即是說 你出獄之前 他都用一種辦法 令到你要覺悟前非 覺今事而作非 要重新做一個人 要丟棄你以前 為甚麼你坐牢呢 因為你做過甚麼 你做過思想 這些想法 令到你 暮殺了自由 即是要逼你去 承認自己 做錯了 以後不要再做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想 令到你 純復如高揚 不要再對 政府的思政 有甚麼不滿 這個思想改造 在1951年 在11月30日 中共發佈了一個 關於在學校中 進行思想改造和 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 發動對49年後 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由教育界 擴展到文藝界 整個知識界 整個大學系統 展開強制學習 記住 強制學習 要坦白 即是要你教心 要批評自己 要批評別人 又要自我批評 還要對於壞分子 思想不純性的人 要進行批鬥 其實就是重演中共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做法 以集中過關的方式 即是要寫檢討的 要短時間內強制地 對知識分子展開改造 要做到符合中共黨政策的需要 這種思想改造 令知識分子 無憂子地自我踐踏 自我奴役 即是一直在譴責自己 那些想法真是很差 要有一種懺悔 然後跟著就是 我過去不適合了 現在得到這個 重新進入現在的新時代 跟著就要自我勞役 自我勞役 可能是勞動改造 參與勞動 令到自己 即是要有一種 救贖的心理 救贖自己 總之就要打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逐步磨滅他們的個性 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令它蛻變成為中共的政治服務的工具 於是中共社會下面 再沒有一種獨立 為文化 為道統負責的力量 毛澤東就是恥作勇者 毛澤東將視 視就是知識分子 畫得很低的 即是已經是文革期間 就叫做臭老狗 臭老狗大家知道 元代視是狗留 即是在十等人裏面排第九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一直都很鄙視 40年代 他兩次講話都集中 顯示他這種看不起知識分子 1942年 就是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的大會 演講的題目叫做 整頓學風黨風民風 然後就在延安民藝座談會上的談話 也是1942年 毛澤東就批評知識分子不乾淨 需要改造 那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 和工農比較 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之處 就是身體也不乾淨 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慢 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 腳上有牛屎 凡是比大小資贈加級都乾淨 毛澤東說 沒有這個改造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 都是格格不入的 強迫思想改造 就是說要知識分子承認自己是臭老狗 其實早在1939年 12月毛澤東發表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民 就將知識分子一律劃入 小資產階級的範疇 大家知道小資產階級 就是說你小資 小資就是 你未知道大資本 未知道很有錢 不過小資都是跟工農兵格格不入 要改造自己 你有知識 但是你的思想不純正 剛才他說不乾淨 這些就是淺答讀書人 毛澤東做這個東西很傻家 一直做到文革 不止知識分子 連當官的官老爺 他都要奪權 就說你們高高在上 看不起人民 這些批鬥 搞到人民內鬥 就是中共這種最惡劣的 最反人類 也是不人道的行為 但是一以貫之 到今天 習近平要向毛澤東學習 就不斷地 因為他就知識青年 文革 上山下鄉那裏 現在要復辟回來 這種復辟已經延伸到香港 所以香港本身已經變成了露天大監獄 是新疆化下鄭的一個大監獄 在籌的青少年 首當其衝 其實這樣是違反了香港曾經簽署的聯合國 1987年生效的禁止酷刑公約 這個酷刑公約第一條第一項 就定義精神上遭受痛苦的任何行為 都屬於酷刑的範疇 凡是涉及殘忍 不人道 以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均屬酷刑 所以現在香港 青少年坐牢也進入了一種思想受折磨 人格被侮辱 現在由監獄開始新疆化 這種不人道 這種文革式批鬥 遲下就是 人民鬥人民 不要給我烏鴉口說中 香港將會重演 只要習近平在台上 香港只會做到比大陸更阻 因為香港是未經過文革的真正意義 即是以中共的意義 現在就是要補回 習近平 要香港補回文革的 這個missing link 這是偉大的探索 原來習近平心目中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探索 不是十年的浩劫 中共自己黨內的文件都說 十年的浩劫 習近平說 No No 當然不會說英文 即是是偉大的探索 香港人探索一下 先從監獄探索開始 青少年就變成了戰靶 第一批戰靶 要搞靈魂深處 要改造自己 這是酷刑來的 是灌輸 是洗腦 是政治上要令到你 丟棄你舊的思想 這是一種很殘忍的精神虐待 是絕對進入酷刑的 韓林默今天和大家說 是覺得香港在囚人士 青少年有這樣的情況 就算那些非青少年 那些所謂21歲以上的 多或少都是受這種酷刑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思想酷刑 在思想上和你合上家屬 香港一天不光復 這些情況只會愈演熱烈 韓林默今天和大家分析到這裏 好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按個like share 留言 第一次看我們的節目 覺得蠻好的 希望大家subscribe 然後join我們patreon計劃 我們patreon計劃 有太古城丁老師的文章 每個星期都有關於香港最新的 時政的分析 最近有關香港最熱門的話題 袁榮光歸香港 612被禁制 法庭要通過禁制令 太古城丁老師有精闢的分析 大家裝了你必須的話 可以看到 每個星期都有新聞推出 亦都有我們 金融圈秘聞的嘉賓 在我們patreon的會員裏面 提供一些 大家 你問我們答的資訊 一些 讀身訂造的 關於金融方面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 好多謝大家支持 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節目時間和你們聊天 好 拜拜